以及各位官議員出席 今天的和立法會 在本國立法年度第一次的演言 大家都知道今早發生了一個嚴重的交通意外 我想全體的市民和立法會議員 都是極度關注 我在此代表議員向死者自哀 亦都希望雙者早日傳遇 我相信官員亦都會盡力令雙者早日傳遇 當然亦都有官員是因為跟進事情 是今日不能夠出席我們午餐的 去年我第一次現請 在本屆行政長官的時候 行政長官就在上任 就很明確說了重視行政立法的關係 在今年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 行政長官同樣提到 特區政府是尊重立法會 制行行政機關的功能 去體現良好的管治 我記得我做來會那時 主席那時 是曾經用過行政立法關係描述 就是劍拔老張 亦都有一年用過 就是低處 微算低的 但我高興現在看到行政立法關係 是有實質的改善 是有實質的改善 本會在上個立法年度 是通過了野七項的法案 比上一年是多了 十三個多了一倍的 如果在審議這個財務建議方面 自從政府和議員是多溝通 同意是先而後難的方式 亦都是先處理涉及民生的撥款項目 財務委員會審議的撥款 進度是有大有改善 而今年新增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更加提供一個有效的平台 等到議員將社會關注的事項 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出 我在很多的場合都講過 以這個短問短答形式 去接受議員提問 是很有效果的 是不論政黨 只要有好的建議 都能夠迅速得到政府的接納和落實 例如政府撥款去資助業主維修老化的升降機 改善旅遊熱點的衛生的問題 以及長者容易辦事在郵局拿現金等等 我希望議員能夠把握這個良好的轉變 找緊機會 透過以後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提出市民關心的事項 讓行政長官和官員能夠更加貼地 去瞭解公眾想些什麼 從而制定一些合適和到位的政策 行政立法關係有實質的改善 是突來不易的 我亦都期望政府多些向議員解釋政策 立法和財務的建議 亦都是願意參考和聆聽議員的意見 我希望大家在互相尊重 各司其職的基礎之下 是揭力為我們香港市民服務 我祝願各位時事順利 工作愉快 多謝各位 謝謝主席 有請主席就座 有請主席就座 午現即將開始 請傳媒朋友離開宴媒廳 午現即將開始 請傳媒朋友離開宴媒廳 請不下 請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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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